在山东省微海市如山市的银滩上 曾经有一片被誉为东方夏威夷的海岸线 这里拥有绵延的沙滩 清澈的海水以及宜人的气候 一度成为投资者和度假者眼中的香伯伯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片曾经炙手可热的海景房市场 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概在十多年前 随着沿海城市旅游地产的兴起 如山银滩的海景房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许多人看中了这里的自然风光和未来的升值潜力 纷纷涌入这片黄金海岸职业 它也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 曾一度成为国内旅游地产市场的焦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片炙手可热的海景房市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昔日标价高达20多万元的房产 如今即便降制的5万元也难以吸引沟房者的眼球 在十多年前 因为大家对旅游业的向往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人民对休闲生活的追求 这里的银滩海景房迅速成为了特别是退休老年人眼中的香伯伯 当时据说来这边看房的退休老年人有很多 那时候的每一套海景房的价格一度也是达到了不好的楼层 现在几万块钱的楼层 那个时候也要二三十万元以上才能买得到 所以一下子也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入 这些房产不仅吸引了本地居民的关注 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前来职业 也有一些人就是投资这些房产以后 想作为度假屋或者是作为投资目的 出租给游客度假的人 然而我来到这里以后却发现 也经过了解 就是近年来的 乳山银滩的这个海景房市场却遭遇了寒冬 根据一些数据显示 部分的海景房的价格已经跌至了五万元左右 但仍然难以找到买家 这一现象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并促使我们可能要想 要想就是说 看起背后的原因 要好好的了解一番 毕竟来讲 这边它还是一个海边城市 不像就是说在东北 或者鹤岗那样的地方 就是可能是说没有 这边的地理位置好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我了解的过程当中发现 这些五万元的房产 它主要是一些偏僻的地方 还有一个楼层高的 但是当时确实是二三十万买的 现在降至了五万元左右 那么问题是出现在哪里呢 首先 乳山银滩的海景房市场 存在了严重的供需失衡问题 在市场的高峰期 开发商就是纷纷涌入建造 导致大量房产建成并投放市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购房者的热情逐渐的消退 加上其他地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导致需求端未能跟上供给的增长速度 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 直接导致了房价的下跌 还有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在开刚开发的时候 十多年前 他们那一批来这边购买房产的人呢 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是退休的了 那时候六十多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 可能都是八十岁左右了 所以说他们那一批手中的房子呢 有可能也是投向了市场了 因为他们不便不方便再来这边度假了 年龄大了嘛 是吧 要守到家人 要有亲朋好友的地方 才好更加适合这个八十岁左右的年龄段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样子的房子呢 就会越来越多 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是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 咱们也都知道这个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消费者的整体购买率也是有所下降 这直接影响到了这个海景房的市场的需求 加上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 导致投资购房变得更加的谨慎了 最后呢 就是投资者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 在当初的时候 很多投资者将如山银滩呢 视为快速获利的机会 但随着市场回归理性 投资者开始呢 更加注重长期价值 而非短期收益 当市场热度消退以后 前期进入的资金面临退出 困难的问题 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低迷状态 如山银滩的海景房市场的变迁 不仅是房地产行业内部规律作用的结果 也是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反应 面对当前的这个困境啊 还是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通过提升区域竞争力 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来激活市场活力 还有主要的一点呢 就是这里呢 尽管有美丽的海滩是吧 但是在一个地区 就是这个房产旁边呢 在教育 医疗 勾物 还有就业方面 这些相对的配套设施啊 就是这些机会 相对来说吧 对其他的 就是正经城区来讲了 还是比较缺乏的相对而言 影响了一些居住体验 比如说年轻人在这边 要是投资买房居住的话 环境好 但是就业机会少 是不是 那样子就不行了 在这边居住的 也是呈现出了强烈的季节性 夏季呢 是旺季 而冬季 则几乎无人居住 这导致了全年实际使用的价值 是比较低的 早期的大量投资者 那个时候希望通过炒作获利 但是随着市场的热度消退 许多投资变成了亏损项目 所以说也难以出手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靠近海洋的房屋呢 容易受到潮湿度的影响 维护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这也让一些潜在的买家望而却步 这些变化 也是提醒我们在买房的时候 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就是比如说地理位置 交通便利性 周边配套设施 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等 只有这样才能做出 更为明智的投资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的 优优独播剧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